在太阳猛烈的关照到地的时候,节气上已经悄悄的立秋了,虽然网络上铺天盖地的立秋新闻,但大家应该还能感觉到酷热的暑气吧?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三伏天刚刚过去一半,不过话虽如此,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,天气会逐渐的下降。 换季时候也即将到来,早晚温差大,由夏季的高压软病为低压,很多中年人会因此而感到身体不适。 那些不注意保养的中年人,就容易在换季的时候患上各种慢性疾病,或者原本已经患病的人病情再度加重。 还有一个方面是夏季的硬季食物渐渐退市,秋季粮食开始上新了,饮食上的巨大调整,也会让身体感到不适。 像痛风人群,换季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酷刑,并且夏季进入秋季时期,也是痛风疾病的高发期。 在这个时间段里,这四种高漂亮食物,绝对不要再吃了,骨头汤,秋天开始贴秋标,家家户户把汤熬,和老人一起住的一大家子。 每天辛苦工作回家后,都能喝到老人亲手熬制的浓汤,给身子步步元气,特别是很多家庭都喜欢熬骨头汤。 其实这种骨头汤,里面营养真的没多少,原本意在补盖的骨头汤,人体也无法从中摄取太多的钙质,喝完一碗汤后,只是能解馋罢了。 骨头汤原本不属于高漂亮食物,而是属于鲜香的浓汤,有痛风疾病的人喝了过于鲜美的汤,会直接增加肝脏和顺钻负担,引起漂亮代谢一场。 月饼,这里中秋节还有好长一段时间,但市场上的月饼,已经疯疯活活的销售起来了,健康的人随意吃点月饼没事,但有痛风的人注意了,吃的时候量要控制好,月饼的原料含有太多的便损,人吃进去之后会在体内转化为葡萄糖,葡萄糖是体内能量和脂肪的主要来源,所以痛风患者不能多吃。 海鲜,准备也要开海鲜了,各种甜美新鲜的海鲜,回第一时间送达人们面前,很多人都想趁着这个时候一品新鲜的海鲜,各位患者在半开醉铁馋的同时别忘了有些海鲜并不适合吃,特别是大闸蟹,海峡,鱼类等,都属于高漂亮食物,能不吃尽量不要吃。 干蘑菇,平时都常说红色的肉类不适合痛风患者吃,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干蘑菇,也等同于红色肉类,像紫菜和被晒干的猴头瓜,里面漂亮的含量比动物内脏还要高。 如果实在想吃菌类,最好选择新鲜品种,新鲜的蘑菇含的酵力量比较低,痛风患者有信心在换气时控制自己的饮食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